今天早晨你在YouTube 得到上帝的恩典跟帮助的话 你就可以放一个祷告的手 还是一个爱心 然后有十字架 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姐妹 就是你放一个icon 给我们知道今天早晨有大大的零售 谢谢你 那今天我们就很快要来看 耶利米书第五十章 那我们的主题就是 狂妄自大的必败 狂妄自大的必败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的背景 那我们知道呢 当上帝借着耶利米呢 向巴比伦发出审判的时候呢 那从来没有人想到 因为我们知道了 巴比伦呢 他是神所兴取的一个很大很大的强国 就像现在世界上顶级的国家 顶级的国家 昨天我看一则新闻 一则新闻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 Astro的新闻 他就讲到说 拿破仑在两百多年前 曾经就说了 他说中国是一个 日子 它是一个沉睡的狮子 那你不要去吵醒他 如果你吵醒他 有一天呢 他就会 这个狮子一醒起来呢 他就会震动世界 那我们看到 当时的巴比伦 也是一个帝国 一个强国 他称霸天下 称霸当时的文明世界 从来没有人想到 有一天 这个极其的强国 会遭受到灭亡的地步 弟兄姐妹 你看三个世纪的时候 三个世纪呢 拥有最多殖民地的国家 是谁呀 英国 对不对 这么小的国家 哇 这个 Great Britain 就是我们叫 超级的英格兰国 Great Britain 我们叫做 伟大的英格兰帝国 没有想到 今天 这个国家 那我们发现 有一样事情 这些国家 过去都是 敬畏神的国家 那我们看到 很多的复兴家 圣洁运动 都是在英国发生的 像威斯利耶翰 威斯利公会的 这个 开始的创办 还有好多 像过去 在欧洲 有 加尔文 有 许多许多的 这些 像张兰贵的 加尔文 还有路德的 马丁路德 都住在欧洲 但是今天 我们看一下 欧洲怎么办 欧洲很多的国家 也慢慢的 没落了 为什么 因为这些国家 他们不敬畏神的时候 他整个国家 就会衰退了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小看 我们身为基督徒 当我们常常 为我们的国家 守望祷告的时候 上帝会 兴起我们国家 成为一个 刚讲的国家 那保罗 告诉提摩 他说 第一 你要为 执政掌权的 万国来祷告 所以弟兄姐妹 上帝的殿 就是万国祷告的殿 好 我们就回到真体来 所以从来没有人想到 神兴起巴比伦来 过后 这个大帝国 遭受到灭亡 弟兄姐妹 为什么巴比伦会 遭受到灭亡 原因就是 他在神 透过他所管教 以色列人的时候 但是 他用很残忍的手段 掳掠神的百姓 惹动神的怒 那当然 除此之外 他拜偶像 他觉得自己 行义有理 对不对 就是说 比方说 妈妈告诉大哥 我要你去教导弟弟 那跟他说 不要他犯错 但是哥哥呢 就执行 这样一个的 几例的时候 没有 遭做母亲的吩咐 去教导 或者是 来 告诉弟弟 反而 拿大棍子 把弟弟一直打 一直打 一直打 如果给母亲看到 母亲肯定 就会很生气 我只是教你教训他 我只是教你教导他 不是叫你打棍子打他 结果呢 没有想到 连大哥妈妈都把他打了 所以弟兄姐妹 巴比伦就是同一个道理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呢 犹太人得罪 耶和华 这位公义的神 导致他们的国家灭亡 灯天被毁 所以 上帝呢 就是兴起这个巴比伦 来 惩罚他们 但是巴比伦 骄傲 黄望 自大 结果后来 上帝也兴起了什么 帝国啊 马代波斯 成为审判 巴比伦的器皿 所以弟兄姐妹 神必兴起 他在列国所做一切 恶 那些做恶的 上帝要惩罚 那 我们发现 巴比伦从前 怎么样带人 神也会死 怎么样来带他 那有一段经文在 四篇 十八篇 二十五到二十六说 慈爱的人 你以慈爱带他 完全的人 你以完全带他 对不对 弟兄姐妹 你喜业神带你 用慈爱吗 那你就用慈爱带他 然后 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说什么 他说 所以 无论何事 你们愿意人 怎么样带你们 你们也要 怎么样带人 就是说 弟兄姐妹 我们当有一些弟兄姐妹软弱的时候 我们不要讥笑他们 落井下石 就是落井下石 弟兄姐妹 我们要小心 不懂什么时候 我们可能 遇到问题的时候 人家也会落井下石我们 所以弟兄姐妹 很重要的 上帝使用的口 就是来祝福人 不是要来咒诅人 好 我们得到的亮光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 上帝给我们恩赐 对不对 上帝给我们恩赐 不是要我们恩赐 不是要我们怎么样 去炫耀 你看我多么厉害 我会做这个 我会做那个 不是的 上帝使用我们 不代表我们比其他人厉害 这句话要记得 上帝使用我们 不代表我们比其他人更厉害 我再重复一次 If God used you Give you a gift 那生命 You are better than others 弟兄姐妹 很重要的 上帝使用我们 乃是上帝 捡选我们 不是你比其他人厉害 乃是上帝的恩典 上帝把恩赐给我们 那恩赐是什么 Kharisma 恩赐就是礼物的意思 所以弟兄姐妹 We have nothing to boast to show off 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可夸 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对不对 你有的都是神给 如果有一天上帝收回 你还有什么呢 没有了吧 对不对 所以另外一点 我们也因着这件事情 提醒了我们 我们现在感觉的平安 或者是很顺畅 很成功的事情 那不是永远不改变的事 弟兄姐妹 2019年之前的之后 在2020年3月18号 马来西亚首相 时任首相宣布 MCO行动管制令之前 你都会觉得 哇 事情都是很好的 不会改变 每一天我的生活 但是自从2020年3月18号之后 很多人开始觉得 我过去得到的平安 都不是理所当然的 对不对 今天 尤其是你住在基隆坡 可能你都会活在恐惧的当中 不懂计时 我会不会被感染到 弟兄姐妹 那疫情教会我们什么 疫情教会我们几件事情 第一 事情没有所谓 现在很好 永远就会很好 没有 We don't take things for granted 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把事情当成理所的 今天上帝给你机会活着 你就要好好为生活 不要说 我今天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又骄傲又自大 最后我们的绝集 就像巴比罗一样 所以既然上帝赏赐 许多的祝福给我们 这表示 因为神给 祂也会收回 对不对 祂也会收回的 所以祂是我们一切万物的主宰 所以我们有的 我们要去祝福人 我们有的 我们要成为众人的祝福 亚伯拉罕说什么 神祝福亚伯拉罕 因为神要祂去成为万国的祝福 所以教会是一个祝福的管道 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不要把事情当成理所当然 我们来看第一节 耶和华借先知 耶利米论 巴比伦和加勒底人之地所说的话 你们要在万国中传扬报告 树立大旗 要报告 不可隐瞒 说巴比伦被攻取 比列蒙羞 米罗达 金黄 巴比伦的神像都蒙羞 他的偶像都金黄 很明显的 比列 米罗达都是巴比伦的偶像 对不对 巴比伦的偶像 那我们看到前几章 我们列列都提到很多不同国家的偶像 亚兰王的 摩亚的 亚门的 这些偶像 等等 我们发现这些拜偶像到最后他们都遭受神的审判 都没有一个好下场 对不对 什么是偶像 弟兄姐妹 不要以为我们说 我们韩国偶像 牧师我们没有拜偶像 我们都来教会 我们没有拜偶像 如果你爱你的车 多过爱神 你的车就是偶像了 弟兄姐妹 礼拜天你要去教会 但是你看到你的礼拜六 你从其他地方回来 车安葬得不得了 你不洗车不行 你为了洗车 你牺牲掉去教会的时间 那么你就是拜偶像了 你把车看大过神 那就不对了 弟兄姐妹 这个你就是拜偶像了 所以我也不是要举更多例子 我相信你们大家都是聪明人 你们知道 所以以色列人犯的最大的罪 就是他们拜偶像 不依靠神 所以论到审判 总会提以偶像 所以这表示 那什么 表示没有任何的私利 拥有管理权地的绝对的权柄 只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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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所有的权柄 这个也是 绝对的权柄 他有所有权柄 他有绝对的权柄 他有绝对的权柄 除了他以外 没有其他的人 所以这个是我们学习到的一件事情 所以有一个亮光 我们看到什么 我们随时是可以被替代 你看巴比伦 他骄傲骄傲 结果 神不要用他 神选别人的 所以 No matter how strong and how powerful you are you can always be replaced 弟兄姐妹 上帝随时可以兴起另外一个国家 以前在我们读历史的时候 我们知道英国之前有哪些国家 有葡萄牙 西班牙 荷兰 这些国家 对不对 这些国家是致命地的 尤其是荷兰 现在荷兰 小小的国家 但是当年的时候 那 印尼曾经是荷兰的什么呢 荷兰的致命地 对不对 荷兰的致命地 我们也知道 之前 这些国家 这些国家都 也有曾经来到台湾 所以台湾叫 FOMOSA 是有一个历史背景的 我们要继续了解 那么像 菲律宾 也是一样 之前 它都不是美国致命地 它是另外一个国家致命地 所以 上帝 可以兴起英国 又可以兴起美国 又可以兴起 所以 哪一个国家 他骄傲 上帝就让他降悲 然后上帝又兴起 另外一个国家 起来 所以上帝可以 随时兴起任何事 这表示什么 对我们而言 今天 上帝使用你 如果你骄傲 上帝会 用别人替代你 所以我们 不要骄傲 不要骄傲 我们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骄傲 我们只能够 单纯 谦卑服侍神 第二 以色列受管教 后再蒙恩 我们看17节 我们看一下黑日式的字 他说 以色列打散的羊 是被狮子赶走 首先亚述王将他吞灭 末后有巴比伦王 尼布加尼山 将他的骨头折断 就是说 以色列是什么 注意这个字 以色列是打散的羊 只有谁会打散那个羊 当然是牧者才可以打散 对不对 那他从一个草藏被打散了 然后这里很明显讲 神兴起这个亚树 亚树就吞灭了北国 对不对 过后呢 就巴比伦灭到南国 那神在诗篇常常形容 以色列子民就是他的羊 他就是牧者 然后就是诗篇23篇都有讲 然后19节说 必在怎么样 必在灵以色列回到他的草藏 他必在加密和巴萨赤草 在以法连山和激烈境内得以保足 弟兄姐妹 比方说像这段经文 他有几个地方 加密 巴萨 然后尤其是要讲巴萨赤草 那巴萨肯定是一个地方有很多草 然后你要上去一些的圣经词典去查 加密是什么 巴萨是什么 然后以法连又是什么 激烈又是什么 那你从那边查考的时候 你就会得到 如果你查考之后 你也会变牧师 也会分享 也会非常厉害 那我们看到 总而言之这里的经文就是讲说 以色列过去 被北国也好 南国也好 被神惩罚之后 后来神在让他们蒙恩 对不对 你看 你看这个 19节最后一段 又在以法连山上和激烈的经历 得以保足 二十节 耶和华说 当那日子那时候 虽寻以色列的罪孽 一无所用 虽寻犹大的罪恶 也无所见 因为我留下的人 我必舍命 How wonderful 我是上帝 要复兴 弟兄姐妹 我们怎么样跟神恢复关系 十七节说 以色列是打伤的羊 换句话说 这些羊肯定不听话 对不对 所以他才会被打伤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跟神恢复关系 就是我们要真正地被这位牧者来带 以色列人为什么他们会拜偶像 就是表示他们reject God 他们不要神成为他们的王 他们不要神成为他们的王 所以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 我们就要reconcile with God 我们要回来 我们要回到 以跟神回到神的面前 让祂来带领我们 对不对 所以弟兄姐妹 亚述报比人虽然够强 但是不一定他懂你的需要 外面看起来很好 或许只能够满足你暂时的需要 对不对 但是只有神最清楚你 弟兄姐妹 别人包括牧师来为你祷告 我们只不过是神仆人 但是你内心的需要 我们根本不懂 但是只有神懂你 只有神很清楚你是谁 因为你是祂所造的 我们只不过是神的仆人 如果神不跟我们说话感动 我们也不知道你的需要的 第二 上帝才是真正使我们 饱足得供应的神 Hunger for God Only God can satisfy 弟兄姐妹 那我们看到草肠 草肠一定是什么 有草吃 神是我们的牧人 祂一定懂我们哪里有草 对不对 那我们看到 祂带我们回到一个 可以炎炎不绝 非常扩大的草肠 让你得到饱足 意思是说 当我们跟神的关系恢复的时候 你的生命 灵里 灵里 灵 各方面都得神的宝足 对不对 弟兄姐妹 当你把你的忠担完全交托给神的时候 你是不是很清神 你灵里面得到宝足 每一次我们来到敬拜神之后 我们灵都得到宝足 对不对 那你看 加密山是什么 加密山 也可以称为一个 祷告的山 求告的山 因为以利亚在加密山 跟神祷告 所以就是说 只要你求告神 神一定会供应你的需要 巴萨是什么 你去查词典 巴萨是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 它应该是靠近黑门山那一带 就是以色列的北部的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 主要生产小麦 还有牛 还有羊 那后来后来 也成为罗马帝国一个主要的仓库 一个名称仓库 比方我们称基达州 马来西亚基达州成为什么呢 成为米粮之州 对不对 因为基达州出很多米 对 我母亲也是来自基达的 她就出很多的米 很多的米 那以前也有人把柔佛州 我们住的地方叫做黄梨州 因为那个时候有北干 北干那那是出很多黄梨的 所以你看当时 它的名 它就是出厂很多小麦 很多牛羊 换句话说 巴萨 就是神要带领去一个给你风风风风风的地方 然后还有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 我们叫做什么的 地裂境内 那 这个 我们讲回巴萨先 那巴萨除了刚才所讲之外 它也有 喊香树 泥巴嫩的香树 出名的 就表示说 神提供是应有尽有 牛也有 小麦也有 树也有 香树都有 所以就表示说 如果我们是敬畏神的 只要我们向神求东西 不过分 是按照祂旨意求的 上帝会给吗 肯定会给 比方说你是单身姐妹 你也适合结婚的年龄 你也敬畏神 爱神的话 那你还单身 你向神求 上帝啊 给我一个敬畏神的弟兄 我们要组织家庭 神会给吗 神肯定会给 我可以跟你说 但是 如果 你因为有的弟兄 然后不爱主 那上帝可能就会压后 祂要预备你的心 所以 我相信 热东西 是不过分的 就像父母 小孩要什么 父母都会给 只要这小孩听话 这些东西不会伤害他 也在合适的时间 神会给吗 会 神会给的 这个是我认为 神会给的 以法连是什么 以法连意思就是 死之昌圣 所以当我们愿意面对 管教和正式悔改的时候 神就会如此的恩待我们 所以我们的祷告 蒙应许 我们手所栽种的 必要借成美好的果子 然后我们可以进入神 赐给我们恩福之门 所以以法连是一切受恩宠的 都要领导 我们的个人 这是abundance 昌圣 prosperity 神的祝福会领导我们 当你可慕神 回到神面前 第三 上帝才是真正爱你的上帝 祂是赦罪的神 the joy of acceptance 当你看到神赦罪的时候 开不开心 无罪一生轻 弟兄姐妹 看20节 耶和华说 当那日子 那时候 虽形以色列的罪孽 一无所有 上帝找不到有任何的罪 因为神已经赦免 弟兄姐妹 如果神说 祂赦免你 就是赦免你 不管魔鬼怎么提醒 你告诉他 魔鬼 跟我闭嘴 你shut up Satan shut up OK God has redeemed me You have not You don't have any power on my life 魔鬼Satan 你跟我走 离开 跟我滚蛋 我的生命 耶稣基督已经赦免我 我没有任何把病 被你抓 除非 弟兄姐妹 除非我们不爱主 我们不敬畏神 我们留下破口 当然魔鬼Satan 就有破洞 来抓住我们的痛脚 对不对 所以弟兄姐妹 就好像一个执法人员 他有权柄 就像我们神的恩里 有权柄 但是如果一个执法人员 是有贪污的话 他肯定没有能力抓贼 他抓贼 谁就说 你抓我 我就把你的 包带我 就把你的问题 包出来 那我们两个 一起双双自杀 所以你看 基督徒就是这样 我们不要留下 任何的破口 被撒旦攻击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在思想 意念 动作 言以行为 都要保持圣洁在死的面前 所以弟兄姐妹 只要我们愿意悔改 接受管教之后 神就会涂没你跟我的过犯 如果我们认真看待 罪 设罪的恩典 一领到我们 我们就会 好好的保持 分别为圣 给神 然后我们生命就完全得自由 阿们 弟兄姐妹 非常的阿们 那最后 我要很快的 那巴比伦 为什么受到管教 是因为他 狂妄自大 他在哪里 狂妄自大呢 二十三节有说 怎么样呢 因你与耶和华竞争 这句话就讲到路师傅 路师傅是不守本位的一个天使 他的工作就是带领 很多三分之一的天使 敬拜神 但是他不敬拜神 对不对 他不敬拜神 不守本位 去做别的事情 巴比伦本来是神使用管教 以色列的工具 结果 他 骄傲了 圣经洗后 他好像大锤一样 上帝叫你管教 不是叫你用大锤来锤以色列 所以他反过来 扮演 上帝的角色 来惩罚 勾勒利利的 勾利的惩罚 这个是我们马来西亚 华人所讲的 这是从广东来讲 高力 功利的 就是很严厉的意思 就是很严厉的惩罚 那么我们看到路师傅 他不守本位 反过来要跟神 要证明他的本事 他要跟神竞争 结果怎么样 被神打得落花流水 结果 所以我们发现 一个人犯罪的人 我们就有说 你就是堕落天使 falling angel why this word come from where falling angel 堕落天使 是从哪里来 这是从路师傅 撒旦来吗 因为撒旦本来就是天使 对不对 其实弟兄姐妹 我们华人文化 有很多跟圣经有关系 比方一个人代替你去顶罪 你叫他做什么 呆罪羔羊 对不对 呆罪羔羊 对 呆罪羔羔羊的理念 从哪里来 从圣经来 对不对 堕落天使 从哪里来 这是从圣经来 所以弟兄姐妹 很多人讲 圣经过时 我说圣经没过时 圣经是 昨日经日 直到永远 都是一样的 神的话 自古 越国还没有开始 神的话 已经立定在天 所以我们看到 历代的人类 一直想要证明 彼神厉害的 结果到最后 自己的行为被缠住 到最后怎么样 自己害自己 巴比伦就是这样 巴比伦 为什么他受神管教 因为他要跟神竞争 我们发现 狂妄自大的人 往往会被自己的行为绊倒 其实神在提醒我们 要时常自我审查 不让骄傲狂妄的我们 所以上帝有时候管教我们 因为祂觉得我们骄傲的 祂要死我们 就好像说我们带敬拜很有恩赐 但是我们带敬拜 带敬拜之后 我们就用台上变成表演 哇 你看我多厉害唱歌 哇 唱歌的 就唱得好像很 就是表演的 不是在带人敬拜的 结果上帝就把这个恩赐拿走 你发现 怎么我带领敬拜没有恩告了 每个人都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那你要注意 那你要注意 为什么 因为你骄傲 神就不使用你了 所以到最后怎么样 你自己就会叛倒了 所以弟兄姐妹很重要 不要跟神对抗 不要不听话 所以非常重要的 好 那我们今天 我们就讲到这里 所以记得 我们要谦卑在神的面前 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 来回应我们的上帝